随着这个疫情的不断发展 尤其在美国这样一种蔓延的趋势不断加剧的时候 那么特朗普心里也没底了 他认为这样的一个疫情 如果不采取更加严格的一些管控措施的话 很可能造成难以预估的后果 这样的一个疫情蔓延是特朗普现在松口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本身美国的各州在应对疫情方面 都有着相应自己的一些措施 特朗普为了展现自己总统的权利 尤其让经济能够继续运转 一直采取了一个总统统一发号施令的这样一种做法 但是现在看着这个疫情的发展 应该说他的这样一个做法可能会产生很多后续的影响 尤其疫情如果控制不住继续蔓延的话 那么这个责任完全将全部都得落到特朗普身上 所以在现在一个因应美国疫情蔓延的这种状况严重状况 另外一个也是为了以后 那么一旦疫情发生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各州的政府 所以特朗普现在松口了 让这个各州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复工复产的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这个强度等等 那么他也推出了所谓重启美国的这样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其实并没有什么详细的一个步骤 而更多的是从宏观决策上的 这样一个步骤理论上讲没有大毛病 但是你细分析的话 因为各州的情况不同 疫情的应对也不同 所以呢恐怕还要在具体的地区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 这其实是特朗普为了控制疫情蔓延 以及为了未来推卸责任所采取的一个具体的步骤